神禮鄉、鍾樹曼、李政君、黃美琦及顏子菲等藝人 在18號盛莊出席六福珠寶及香港賽馬會舉辦的六福珠寶賽馬日 可謂聖趕入入,香香著想粉紅色晚裝,撥鑽色掌陣,獻得高貴大方 她表示最近將努力集中在選聖誕禮物,被問到想收什麼禮物,她就有獨特見解 我又覺得大家可以實際一點,可以坦白說大家想要什麼 其實我都不會等驚喜,我會覺得如果你未想到,不如我給你一些想法 聖誕我希望禮物會閃一點 鍾樹曼而低控上衣陳世藏到場,她就笑著說走型格路線 說到收藏珠寶首飾,她就表示 我有少少的,但又未去到很多很多家當,我覺得最重要是喜歡 煮一部收藏珠寶,還有我媽媽也有留些給我的 李靖君穿低控高叉裙鬆長腿,對於今次行友穿得這麼性感,她就說 忘記了那條裙子開叉,真的忘記了,那次試衣時沒那麼冷,今天七度,但OK的OK的 黃美琪配戴價值七位數的鑽式,她就坦然人生首次戴這麼貴重的首飾,還說男友會送首飾給她 以前不會的,但不知道是否因為她可能覺得我開始大過了,開始成熟了 有時會,很有趣的,她會送心形的鑽石耳環,又送過,頸椅又送過,戴紙又送過 至於顏指飛剛剛歐遊回香港,原來去旅行另有目的 師傅說我也多去旅行旅行,對於桃花arter下的運行是有幫助的,可惜而沒有 還有一次的失望